大家好,今天的无论如何,我们要继续向大家讲解一篇有关龟肥的文章 记得我们在第七期的无论如何曾介绍过龟肥在几种蔬菜作物叶片上的效益 今天我们深入地探讨生物龟在作物体内形成的机制 这篇文章是由马来西亚伯特拉大学的热带农业研究所写的一篇回顾性文章 发表在2015年的BioMedia Research International这本期刊上 龟对作物生长和产量效益显著,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尤其在作物遭受逆境的阶段 龟的存在很普遍,地球上每公斤的土壤含有龟元素高达50到400克 但自然界只有很少形态的龟能被植物直接利用 那就是单龟酸和正龟酸 龟和磷的化学性质相近 研究指出龟在土壤里替代了磷的吸附总量 让磷可被土壤团粒解吸附,被作物利用 龟肥在逆境环境下,能让叶片上可溶性蛋白溶解 特别是在盐分逆境时,补偿细胞膜失去的渗透压 让细胞不至于死亡 其中的环节涉及各种氧化还原酶的作用 在水耕模式里,研究总结使用龟肥的作物 它们的叶重比更高,也具有较小的比叶面积 Specific Leaf Area,代表叶片的生物质量更高 且撑散失水的风险更低 龟对重金属的研究,最早出现在1957年的大麦作物 龟并不能影响大麦所吸收猛的总量 但它能做到让猛在叶表分布均匀 不高度集中在单点产生叶片毒害 日本人发现另一个作用 龟可让重金属形成氧化钛后沉淀 再来就是减少重金属对脂质膜的损害 上图是龟酸聚合体的水和作用 在水中形成二氧化龟和水 而下图是龟酸单体容易失去一个质子 氢离子,形成因离子之后 彼此间接形成二体 再形成寡分子,最后形成聚龟酸颗粒的形态 在植物体内,龟在叶面形成的龟化结构 也就是肉眼所看到的光亮外观 这个过程的前提是需要足够的植物汁液赛布运输 另外,也需要足够的细胞钙和果胶质才能完成 简单说,龟药能帮助作物产生效益的前提 是作物具有良好的健康系统 这个图是藻类物质累积硅元素的过程 A图左边是在藻期累积时 硅元素在细胞内呈现胶状的形态 到了成熟期 在藻类的液面和液背开始呈现原颗粒 含量也占据到总机制里的0.1% 图C是葫芦科作物的叶片 经由酸水解后仍看得到硅晶体在液面累积的情况 硅肥对炎害作物的解除机制 总结在这个图里 从图就可以看出 它的效能其实是在细胞层次的 减少炎离子对细胞产生过度的渗透压逆境 其中包括减低膜通透度 减少纳离子的吸收 增加细胞膜酶活性 又以维持细胞固定的膨压 增加离子钾 纳比让钾离子在细胞膜堆积的量增加 也能减少过氧化反应 再来就是增加根部活性吸收其他元素 对在包外的重金属 硅能直接和它们做供价件的结合 让重金属失活 而已经进入细胞的重金属 硅能增加三磷酸线钢和酶ATPS 和胶磷酸酶PPs的活性 这两种酶都和能量的释放有关 能将包器内的重金属 网页包输送并封锁在内 避免进一步毒害其他包器 前面我们谈到单硅酸的水和作用 也就是硅和水的反应 这个图是硅的养合作用 养合作用是涉及到硅在体内累积的重要步骤 首先是硅酸之间的聚合 产生一个氢氧根离子 这个聚合进一步裂解成硅醇集团 硅醇集团是当硅与水反应时形成的 而硅氧集团是当两个硅醇集团结合在一起时形成的 经由这样的集团 硅可连结成更复杂的结构 如生物硅 变成植物细胞壁的重要组成部分 硅的养合作用过程 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 例如PH值 温度以及土壤中其他离子影响 这个是硅核有机物氨基酸的结合过程 左边红色是氨基酸两头的抢基和氨基 右边蓝色是单硅酸经过氧合作用产生的硅氧丸基团 和氨基团结合 并涉及到氢件的形成 在这个过程中 硅酸分子与氨基酸中的抢基或氨基发生反应 形成硅醇和氨基酸之间的氢件 研究发现 4氨酸的抢基参与了氢件形成 硅醇和氨基酸可以进一步聚合 形成更复杂的结构 如生物硅 这个图是说明硅核大型分子之间的间解 其中蓝虚线的是氢件 红虚线是供价件 说明硅化的细胞在作物体内的解离 由于间解力度不大 受到细胞环境如PH的影响比较大 另外 也可以是比较稳定的供价件 尤其是硅化结构 对作物提供的外在保护力 最后总结 植物体内硅的形成机制 牵涉多种因素 包括生理 生化和分子层面 硅的吸收需要经由特定的转运蛋白辅助 且需要能量机制的支持 低温和代谢抑制剂会抑制硅的转运 4氨酸等氨基酸可作为单硅酸 形成多硅酸盐等复杂硅化物质的媒介 虽然硅听起来是很重要的元素 但硅也不是万能的 但硅酸盐在化学上不活跃 并且会形成多硅酸胶体颗粒 过量的多硅酸 也会干扰土壤结构的形成和保水能力 由于在原子电子结构上的限制 硅无法与太多其他类型原子形成化学件 这限制了他直接参与很多重要的生化代谢反应 今天的报告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